为什么月球和太阳都在远离地球 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月球正在远离地球 与此同时 太阳也正在远离地球 这并不是没有根据的胡乱猜测 而是科学家在综合了观测数据 以及相关理论得出的一个结论 那么为什么月球和太阳都在远离地球呢 下面我们就来讲一讲 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首先来说说月球 我们在地球上看月球 一直都只能看到它的正面 而看不到它的背面 这其实是因为月球每围绕着地球公转一圈 就刚好完成一次自转 这种现象就被称为潮汐锁定 由于月球并不是一个质点 它有的不为离地球近 有的不为离地球远 而眼力与距离的平方程反比 因此月球不同部位 所受到的地球眼力就不一样 从而产生眼力差 这种眼力差被称为潮汐力 它能够使月球面对地球的一面 和背对地球的一面都微微隆起 在这种情况下 地球的眼力就相当于 给月球施加了一个扭矩 其产生的效应是 使月球自转周期和公转周期不断地接近 并且最终相等 对此我们可以简单地理解为 在地球对月球的潮汐力的作用下 月球的自转一直在减速 直到其自转周期与公转周期相等 在这个过程中 月球的自转动能 一直在转化成为引力势能 换句话来讲就是 地球和月球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 而当月球最终被地球潮汐锁定之后 月球就不会因为损失自己的自转动能 而远离地球了 然而月球对地球同样也产生潮汐力 虽然月球的潮汐力相对很弱 但是由于地球上有大片的海洋 很容易受到影响 因此月球对地球的潮汐力 同样也会减慢地球的自转速度 而在这个过程中 地球的自转动能 也会不断地转化成为势能 这样的情况 将持续到月球将地球潮汐锁定之后 才会停止 很明显 现在的地球并没有被月球潮汐锁定 这就意味着地球的自转速度 直到现在还是在持续地减慢 月球也因此而不断地在远离地球 利用阿波罗登月计划 设置在月球上的反射镜 科学家就可以精确地测量出 月球与地球之间的距离变化 测量数据显示 月球确实正在远离地球 不过远离的速度非常缓慢 大约只有每年3.8厘米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太阳 太阳对地球同样也会产生潮汐力 但因为太阳离地球 要比月球远得多 所以太阳的潮汐力 对地球的影响 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实际上太阳之所以会远离地球 最主要的原因是 太阳一直在损失质量 太阳释放出的光和热 其实是来自于其核心的核聚变反应 而核聚变反应所释放出来的能量 则主要来自于其核心的氢原子 核聚变成氦原子核时 所损失的质量 显而易见的是 既然太阳一直在释放能量 那么它肯定是一直在损失质量 我们都知道质量与引力是成正比的 太阳的质量在持续减小 它对地球的引力也会相应地持续减小 这就会造成地球与太阳之间的距离在不断增加 那么太阳远离地球的速度是多少呢 其实这是可以计算的 由于太阳向各个方向释放出的能量都是均匀的 因此只要测量出 太阳在地球轨道上单位面积的辐射功率 再计算出以太阳为中心 日地距离为半径的球体表面积 两者相乘 就可以得到太阳在单位时间里释放出的总能量 得到这个数据之后 再将其带入智能公式 E等于mc方 就可以得到太阳在单位时间里损失的质量 进而计算出太阳远离地球的速度 计算结果为 太阳每秒钟大约会损失426万吨质量 其远离地球的速度大约为每年1.5厘米 太阳地球和月球在未来会怎样演化 地球的自转速度越慢 月球的潮汐力对地球自转的减速作用就越不明显 也就是说 月球远离地球的速度并不是恒定的 而是一直在减慢 科学家推测 至少需要上百亿年的时间 月球才能够将地球潮汐锁定 并从此不再远离 在这个时候 月球与地球的平均距离 将达到为55万公里 由于这种距离 仍然属于地球的希尔球范围以内 因此 月球并不会离开地球 然而这种情况 很可能并不会发生 因为在大约50亿年后 太阳就会因为核心的燃料耗尽 而演化成一颗体积庞大的红巨星 届时太阳的表面很可能会超过地球的公转轨道 从而将地球和月球吞噬 就算太阳也在远离地球 这样的结局依然不会改变 因为太阳远离地球的速度极为缓慢 以每年1.5厘米的速度 即使在50亿年以后 太阳与地球之间的距离 也只会增加7.5万公里 与1.5亿公里的日地平均距离相比 这点距离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这点距离